1600新经济时间继续来关心 央行周四将举行理监视会议 不过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央行12月呢还是将会升息 半码利率连四升 如果是真的的话那房贷组 每个月又会多缴多少钱呢 交给主播舒涵 好确实哦现在大家可能都怒猎蛋 怕这个荷包越来越薄了 我们就来看到尤其现在经济成长率 可能保三还无望呢 今年是3.06% 但明年预估现在可能只剩下了 2.75% 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现在台经院六所所长呢就预估哦 现在通膨的阴霾还没有散去 国内外经济又转趋下行的情形 现在央行最有可能选择的是 升息半码这样子的一个步调 那我们也来看到来试算一下 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步调来算 五大银行新承租的目前的房贷利率呢 最低是1.827% 如果升半码左右的话 就会来到1.952% 那这样子以20年期的贷款 千万来去计算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利率在1.8%的时候 每个月的房贷是 49650元 但是如果升半码之后 就会超过5万呢 来到了5240元 等于呢 你每个月将会多付590元 一年下来就会多付 7080元这样子的一个水位 而另外呢 我们也为大家来整理出来 今年呢 央行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升息三次了 所以这一次再升下去 就是第四次 还有存款准备率 目前也已经升了两次 现在大家在揣测说 这个存款准备率 会不会再度来提升呢 不过专家对此也提出了抨击 所以一切恐怕呢 还要等周四 整个礼监市会议开完之后 才会有最后的结果 电动车过去都是欧美大厂独霸 而日系车厂呢 在这个领域蹲马步 已经蛮久的了 现在供应链规模 是不是也逐渐成型 而台厂有哪些厂商呢 再请舒涵告诉我们 没错 确实是这样 现在日系的车厂呢 其实也是跃跃欲试的 而且要揪团来打入这个市场 像是丰田的部分呢 就预计呢 从明年就会来公布 未来三年的一个电动车 市场的策略布局 那我们也看到 第一化成的部分呢 其实传出好消息 他们已经拿下了 三个日系车厂的 燃油车订单 来自丰田的营收 就占了五成以上 现在呢 真的是要揪团来打入 日系的车厂的一个要角了 而现在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耕耘很久的 欧美供应链的部分 其实台厂的这个厂商呢 也都是见到 非常好的一个家机 像是维生的部分 他们的这个自驾系统啊 已经取得了 美日厂的一个相关订单了 而在这个精确的部分 他们电池盒的业绩 也是走扬的 出货到全球的一个情况 而且他们的升幅呢 是在今年已经超过了 八成这样的一个幅度 而在利青的部分呢 他们的车灯供应商呢 都供应给这个 Tesla的部分 而目前日系产业的 这个规划呢 都还在这个进步当中 而且呢 现在据传出的是 在桃圆厂的部分 已经有扩增产能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了 所以看得出来 都是前景看俏的 而在鸿海的部分呢 我们知道他们对 电动车的布局 其实也非常的久了 现在计划要在 美国的二海澳洲厂附近呢 来设置所谓的 电池模组的一个产线 那现在要打出的就是 台湾来研发 但是呢 大陆来扩产 最后呢 美国方面来去制造 所以这样的一个 美中台呢 串联起来 其实也为他们电动车的版图呢 拼足了最后一块 那么以上就是 今天的财经重点整理给您 这是今天的新经济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